藝術給眼光 真的是特別開心 因為每次看到有並用幾位受洗五入幾乎 是真的開心 眼睛看的推到陳鴻菜對 Ng說 她跟神話傳出了約定 因為她來的時候 我記得她說過她的一些經歷 跟神是有約定的 她今天真正的在 當然她早就已經有幾乎 不但今天是一個正式的儀式 我们非常感谢 欢迎南亚弟兄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每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亲身 不是说有这个仪式的那一刻开始 你真正接受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 只是这个仪式也非常重要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 撒旦是不希望你完成这个仪式的 我知道我认识以前 有一个认识一个做保险的 他做得很好 就是那种百万千万经济那种做得很好 他去教会他就是不受洗 我问他为什么不受洗 他说就是有一些行为受限 有些事 我说那就是你想干坏事的时候 不敢干了 那还是你不愿意 还是你不愿意成为了真正基督徒 但是在这里愿意受洗的是 真的愿意接受这个仪式的基督徒 感谢主我们是有永生的人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 本来今天是谭慕什 谭慕什是上周去加拿大 回来然后就是细菌改改 然后身体不舒服 一直在拉配子 中午我们查这个时候他说才好一些 而且中午是在长安街 所以他就过来的时候就非常的紧 不告诉我 然后要休息 身体不受了 我用那没关系 等到我离开那两个人 然后就回来 好 我们 感谢主 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 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好 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 这个经文也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有几节经文是非常熟悉的 第六章以赛亚的蒙昭 第七章有一个就是同女怀孕生子 到第九章有一个婴儿为我而生 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今天我们会非常熟悉的这些经文 好 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变成国《牺牲》 火燒的當作的火山 因永遠的一台為我們而生 有意思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 祂名稱為奇妙測試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重 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 以公平共義使國堅定穩護 從今知道文藝 萬景之變華的熱心必已成就這時 我們一起祷告 主 我們感謝讚美祢 主啊 今天又是祢的愛召集我們來到祢面前 來聆聽祢的話語 接受神祢自己的教導 主耶穌祈求神祢的聖名在這裏充滿在每個人的中間 主啊 我們知道今天有兩位弟兄姊妹受死歸入基督 神啊 我們知道在創世以前 祢就已經檢選了祂們 祢就是祢的兒女 主耶穌謝謝祢 解決我們這些各位不配的人 解決我們這些犯罪的人 得罪祢的人 將祢自己的永生賞賜給我們 因有嬰孩為我而生 所以所以我們在此相見很感恩和讚美 祷告父皇為主耶穌基督的名 我們先說上一節 神告訴先知以財亞說 百姓所行的已不可行 百姓所說的已不可說 百姓說什麼 同盟背叛 我們要背叛我們所謂的約 我們要背叛神 然後百姓所懼怕的 就是外面的列牆 要來吞末堂 要來侮略他們的這些牆活 但是神高祖先知以財亞說 你跟他們要不一樣 他們做的你不要做 我們上週講的說 在祝彭吉的最後一天 10月7號 哈馬斯去襲擊了 以色列的音樂節 然後殺了到現在為止 好像是一千多人 這是據他們說 不是說戰爭中 純粹的殺肉 好像是二戰的過程 最多的 還是對其他人最多的 總之這次是很厲害的一次 然後我們也看了 他們的拜偶像 這些東西 我去問我的老師 因為他在 雷德蘭爾住了十年 他說 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像印度教的一些東西 他說 說猶太人受印度教影響也很深 總之呢 那是一個 我想真的是一個絕對神的事情 但是百姓行的 你不要行 今天外面世界上的人做的事情 我們不要做 我們跟他們要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他們贊成同親戀 他們大麻合法 他們婚前同居 他們所做的最一切的事情 你要不要 你要跟他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是要去那個地方 你是要去這個地方 你們不一樣 你要遵守的是天國的 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 大家去好好讀 這是天國的見法 你要遵守的是貝德 不是這個世界上的最高法院定德 最高法院定德 我們當然要遵循 只要符合聖經 然後呢 接著說他們選擇的是網羅而非聖族 其實我們說神是不改變的 但是你經歷的什麼是因為你對神的態度 你如果說你選擇信號神 把神作為你的神的話語作為你最高的標準 那麼你所經歷的是他的慈愛 他是你的聖族 他是你的高牌 如果說你把神不當神 你去拜偶像 你去把錢才當神 那麼你所經歷的是什麼 就是網羅 你所經歷的一切成為你的網羅 而且神說他要撤去對以色列的保護 這個仇敵會來攻擊 但是呢你依然要等候 告訴他們你們依然要等候 不要去求問那些教會的 關照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們依然要等候 最後呢說以色列的百姓選擇的是什麼 黑暗而非光明 他們喜歡那些聲音粘蠻 聲音粘蠻的 然後是言語微細的 就是柔聲細語的 那麼先師說話呢不是 先師說話是鋼腔有力的 而且是大聲幾乎的 你們要悔改 你們不悔改你們會滅亡 他們不愛聽 我們人也是一樣的吧 說好話的時候 你真聰明 你真能幹 你這個怎麼怎麼 如何如何如何 你好 你的孩子好 什麼什麼都好 就覺得很好聽 說你有一天一定會死的 那我們就要揍他 都是一樣的 其實說你明明一定會死的 這句話是真話 真理的時候我真的聰明 錯自能理善 明人而易 但是我們就太聽好了 所以說這些假先知 他們愛說好心的 神告訴先知說 你不要跟他們一樣 他們不愛聽 所以他們不去 他們不以神的話語反過 他們自己選擇的是非愛 但是最終呢 神依然是在 我們說到這個第九章第一節 是在這個拿破塔利 在這個希伯倫 包括在外邦人的加利利 依然神會得到一道 我們今天就開始了 一個非常清楚的語言 一個非常清楚的語言說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見了大光 就在死因之裡的人 有光照料著他們 如果我們讀新約的話 如果我們讀新約的話 我們這兩句經文是很熟悉的 是非常熟悉的 第八章的結尾是什麼 第八章的結尾是 他們仰官 你們要打淨君 對 你們要打淨君 他們仰官上天 然後呢 俯查下地 不料竟是艱難 黑暗 和幽暗的痛苦 他們地被趕入 無非的黑暗中去 所以他們沒有探望 左邊是這個鏡頭 右邊是這個鏡頭 他們已經沒有探望 這個時候怎麼辦 就在這個時候怎麼辦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見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照料著他們 當時以色列百姓 沒有探望的時候 有真光的照料 我們覺得他們在這種狀況下 就是黑暗的時候有真光照料 我們每一個人在不認神的時候 我們都在黑暗中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黑暗中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 如果在美國有威卡 或者在國內有生意 我們覺得我們不在黑暗中 我們覺得我們如魚得水 吃過得挺好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 我們是在黑暗中 因為你不認識那真正的郭 那真正的郭 如果我們聖經稍微熟悉一點點 在馬湯圓第四章 就有這樣的經文 這是要音樂先知以賽的話 就是我們剛才讀到的第九章第二節 西部倫地拿出他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約旦河外外貌人的加利利地 坐在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 看那張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就是有光發現照著他 如果我們不認識神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是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不管你有多少錢 你是美國的總統也罷 你是聯合國的秘書長也罷 你是中國的主席也罷 就是你是拜登也好 你是習近平也好 只要你不認識神 你就是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你就沒有看見真正的光 因為你最終的結局是死 不管我們喊了多少次萬歲萬歲萬歲 83歲還是死了 所以說每一個不認識神的人 你的生命中了的時候 你去到那個地方是死因之地 你去到那個地方不是有光影的 所以只有當你認識神了以後 才會看見真正的大光 有盼望 受起的那一刻 受起的那一刻 感覺是什麼 就是感覺 我終身有靠 真的 就是終身有靠 不是說你嫁了一個特別高富帥的老公 你感覺你終身有靠 是你知道你的生命 這個肉體的生命完結 然後一切一切的 這個世界結束以後 你還是終身有靠 因為你會到這個地方 因為你跟他已經立了約 就是你受死的時候 你跟神已經立了約 所以說我願意信奉 我願意尊贏 我願意尊贏 我願意而活 這個是真正的光 那麼在約翰彬 也是說那光是真光 對吧 要照亮一切在黑暗中的人 我們的人生的盼望是什麼 我們不認識神的時候 我們的人生的盼望就是 這個 這個 房子、車子、票子 什麼錢 什麼子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 但是 我們當我們面臨死亡的那一刻呢 就算你擁有那一切 你依然是 活不了 還是活不了 可是我們的主 是復活的神 所以說我們認識他了 還是真正的看見了那個光 還是真正的看見了光 耶穌基督說 我到世界上來的神 我是世界上的光 如果不認識神 你真的是沒有大光 當初 在死因之地的猶太人 他們在拿赫塔利地 在西伯倫地 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耶穌基督是在拿撒勒地 他們看見了大光 今天如果我們在這裡 如果你還沒有認識神 你也沒有看見光 如果你真的認識神了 你就已經看見了大光 你今生的這個路 這幾十年 不管你怎麼走 平坦也罷 喊歌也罷 不重要 因為你最終會 有永生 是天父所賞賜給我們 那就是真正的大光 所以希望每一個 來到神年前 來到教會的人 我真是不是希望大家說 我們早日賺錢 拿一塔來幫你買車 真的是 但是這個是 你只要努力去工作 美國是個公平的社會 真是希望大家 每個人都能夠真的認識神 你真正的認識耶穌基督 你就是看見了那個大光 那個真光照耀 不是這個光 是這個光的源頭 是這個光的源頭 不是太陽 太陽的光也是有神給他 對吧 是那個光的源頭 是這個本身 光本身 耶穌基督說 我到世上來的時候 我是世上來的光 你沒有 你沒有認識神的時候 你的眼界停留在地球上 你馬斯克到現在還沒去火星 你都範圍我們這些人 對不對 你穿透不了這一切 你沒有辦法超越你今生的這一切 終點是死亡 人人都一樣 科學統計 這個世界上活著的人 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這是我們都知道的 就是你不管你今生怎麼過 最終的結局是死亡 你在美國你拿掉立牌的話 你拿不了立牌的話 反正最終都在死 我們看不見這個大光 這就是黑暗 最終我們會走向這個幽黝的黑暗 但是當你認識神了以後 我們知道你可以穿透了這一切 因為它是照顧我們的大光 我們知道我們今生是有盼望的 這個盼望不在於今生 這個盼望不是你今生活得好 不是不是的 所以它是真光照亮 我們看到第一點 它是真光照亮 我們一定要認識這個真光 否則沒有希望 你過得再好 你就當了美國的總統 你是沒有希望的 因為你要下地獄 是吧 他當了總統 是這個現在的總統 他是天主教徒 但是他去天主教會的那個神 不讓他飲聖灘 不讓他飲聖灘 因為你做的事情不符合一天主教徒 該做的 雖然你是不是基督教人天主教 可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話 你不會這麼做 你不會去 那個就是通過那個什麼重新婚姻啊 什麼大麻啊 你不會贊同這些東西 這是聖地明明禁禁止的東西 這是神罪不起的那些罪 你不會這麼做的 所以那個神父不讓拜登去不定 拜登去參加禮拜 神父不讓他飲聖灘 如果拜登之後 我們就容易不讓他飲聖灘 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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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下面的記文說 他使這國民繁多加增他們的喜樂 左邊是欺略者 右邊是欺略者 但是說會加增他們的喜樂 會加增他們的喜樂 然后他们在你面前欢喜 好像收割的欢喜 使人分奴那样的快乐 因为他们所付的重恶和肩头上的账 并欺压他们人的贵 你都已经折断 神你看衰败了对夫妻 人数增加 夫妻变为喜乐 而且他们肩头的重恶 已经没有重担了 我们生活都有重担 我们现在刚来 每个人都要生活的重担 都要养家糊口 就是很多养育养育养育儿女 没有了 不是说你不用赚钱了 是你心头的 你真正觉得 没一没套的速度已经过去了 欺压他们的账被折断了 他们从被奴役中解放 而且是永久的 为什么 因为战是在乱杀之间 所穿戴的盔甲 并到滚在血中的衣服 都必作可烧的 当作火柴 烧啊 就是马放南山 对吧 高枪入库 烧了 不是说 我们时刻像以色列一样 他们全民皆兵 我们时刻只要一声召唤 然后马上就去打仗 是不是 现在从谁各地 他们在征兵嘛 那天天看着说 这个 JF机场 在站了一个 他们叫做 就是那个 那个虔诚的犹太人 他们他站在那里 只要你向他出示 国防 以色列国防部的征兵的征兆令 他给你把机票 买了290张机票 然后就是送他们去打仗 全民皆兵时刻打仗 但是现在呢 我们说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好了 我们已经永久的和平来到了 这个永久的和平 什么时候来到了 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有和平 今天到时候都在打仗 以色列这边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知道 然后呢 俄国那边呢 没人关心了 但是还在打 没有 一刻都没有平下来 一直都在打 很多的人在战乱之中 但是神在这里说 当这个婴孩出生了以后 这个大光出现了以后呢 真正的和平就已经来到了 就已经来到了 这个世界上最终会有一个真正的和平 是因为这个大光出现了 是因为这个婴孩的降生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 你们 哦对 第四节说 你们这个欺压他们人的棍 你们都会折断 好像在米殿的日子一样 我们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在米殿的日子 在米殿的日子 这是指的是世事记里面 第六到八节的介绍 当时这个鸡殿 鸡殿带着他们去 这个打退了这个侵略他们 就欺压他们的米殿 他带着了三百股十 鸡殿的三百股十 然后把日子都打败了 然后搏入太平了四十年 就好像那个时候一样 你们会破产那样太平的日子 他告诉他们 当一个大光出现的时候 你们就会喜乐增加 你们的人数增多 你们的所有的重担都脱落了 然后呢 你们把你们的刀枪全部都烧掉了 武器都烧掉了 可以了 这个世界不会再战争了 和平 这是这一个人出现的 这个大光出现 将会有的事情 将会有的事情 它名为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存在的土 和平的君 我们和平是奇妙的测试 就是五个名字 有些是五个名字 有的六个名字 有的四个名字 都重要 没关系对吧 都重要 它名为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存在的土 我们常常会说 我们要实现自我救赎 不信仇的人就是这样 会实现自我救赎 要公义 要良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救赎是一个人 我们唱的歌里面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赎主 但是我们有 我们有救赎主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救赎是一个人 公义不是一个观点 也是一个人 良善也是一个人 真人也是一个人 就是那一位要为我们而生的婴孩 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的去分析 这个经文是 逻辑通顺的 逻辑通顺的 为什么 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做父母的 我们为人父母 我们生婴孩 你家生的孩子 不是为我生的对吧 肯定说你自己生的了 你自己喜欢孩子 你自己想要麻烦 想要女孩 或者想要儿女成群 你就多生两个人 不喜欢就不生 你没有说你为我生的孩子 你不需要 你敢分析给你自己 你全身给你 但是呢 这里说 应有婴孩为我们而生 是为所有的人生 是不是有逻辑通顺的 是不是都通顺的 我们想想 在这里 谁能说我生的孩子 是为我们大家生的 不可能的 而且你说在这里生了孩子 和我们大家生的一句话 还是为全人类生的 生了这一个孩子 是为全人类生的 这句话是网络通顺的 是不是都通顺 但是呢 圣经就是这么说 应有婴孩为我们而生 可以赐给我们 不光是生 是为我们而生 而且它去赐给我们 就是说你没有要 但是我忍得你 我们为什么不要 因为我们下个人 不知道我们还可以 在死因之地 能够看见反光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还可以超越死亡 超越在这世上的苦难 我们可以进入人生 我们不会要的 我们要的话要什么 就像一个在美门口要饭的 跟彼得他们说 希望要什么 希望金银 他仙天的血腿 他坐在这个美门口 圣殿的门口 他是希望求周济 谁能给我给点吃的 给我给点穿的 给我给点钱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其他 因为他不相信 他自己可以站在心中 因为他四十多岁 仙天残疾 仙天残疾 但是彼得说 我什么都没有 金银我没有 我把我所有的可以 我奉拿散了人 耶稣基督的名 叫给起来 那个人就上了 站起来 站起来 然后进入圣殿 因为他一定是进不了 圣殿里残疾 人是不能进去的 但是因为他进入了圣殿 我们不会要 我们不会说 给我们一个救赎主 神啊 你给我们的救赎主 不可能 我们最多都要了 神啊 你给我链卡 神啊 你给我钱 神啊 你给我健康 这就是很伟大的 神啊 你让全世界都能够和平 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不得了了 但是呢 在这里说 有一个婴孩 上帝说 我赐给你的婴孩 我们不知道 这个婴孩干嘛 上帝啊 我们要的是钱 对吧 我们要的是绿卡 我们要的是健康 我们要我们的儿女双全 虽然你给我 你给我们赐一个孩子 上帝 你是什么意思 对吧 你是什么意思 但是 我们读到这样的话 也说 正权必 站在他的肩上 他的名为奇妙 测试 全能的神主 有在的父 和别的君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如果一个基督徒 我们这个程度 知道 这是在十字架里的公文 因为 政权 担在他的肩上 一个小的樱桃子 丹正权 我们看他的这些名字 这些名字 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有在的父 和别的君 我们中国人听过最伟大的名字是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 我没有听过 但是我听过 伟大的岛 最最最最次次的 最最最最最最伟大的岛 是坐舍 领袖 同帅 这是已经伟大都不得了了 我现在听过最伟大的名字就是 我们博上搜了一下 平壤 官方的朝鲜中央广播电台 在2011年11月的一篇报导 朝鲜领导人 金日成父子三个人 有1200人的国心 他们一家三个 2100人的国心 包括伟大领袖 天赐大将军 世界最著名文学家 文星球的卫士 世界所有杰出 将军中最杰出的元帅 众神之神 21世纪的北极星 但无区发的大骨洞神枪手 世界伟大科剧的地造手 彻底的高尔夫球手 拥有百科全书一样 丰富知识的哲学巨人 因为文学艺术和建筑大师 人类最有大的音乐天才 人类之后的化身都那么美 一千二百多名一轮 就是名字嘛 我们名字技术 就是这个名字什么 是我们顺利的气质 对吧 父教的什么 国文啊 教的这个什么 发财啊 教的什么 就是他希望你成为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都是这样的 那么 他的名字是什么 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和平的君 没有人取这样的名字 没有人取这样的名字 就是什么伟大的天赐大将军 而且他也敢叫 重臣之神 也敢叫 但是呢 所有叫什么名字的人 他们都死了 或者都会死了 都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的神的名字 我们看 他的名字我们一个也不看 他有完全的智慧 什么是奇妙 这件事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这件事很神奇 比较奇妙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跟我说 我理解不了这个叫什么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 你给我讲一下 我就给他 大概讲一下 然后我就告他 我也能理解 我不理解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人能理解三位一体 我不相信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没有人能够超越神 没有人能够理解 上帝 上帝 你能理解吗 不可能 现在 比如说我一直 常常用爱因斯坦来举例 爱因斯坦站在我对面 用最纯正的图片 跟我讲他的相对论 我也不会理解 我就是不通 我就不理解 他怎么讲 我也不理解 他简单的举例可以 但是一旦涉及到宇宙中 我看过那些东西 他一旦放到宇宙中 涉及到那些 那些什么光体如何如何 那时候我立刻有晕 我立刻有晕 真的 我绝对不会理解 那么我能够理解他吗 我不能够理解他 我连一个人 比较聪明的人 我都会能够理解 那几天看了一下 就是看了一个介绍 说达芬奇 达芬奇 他的画 我都知道 很有名 对吧 他是画 还不是他的主页 他其实受聘的时候 受聘为公平的画师 时间不长 他很多时候 作为建筑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是建筑师 然后好几个家 他很聪明 我就 我只能这么说 我只能佩服着五体投资 他做的那个事情 放到今天 我绝对做不出来 放到什么时候 我也做不出来 我能够理解他 我不能理解他 他那些画怎么画出来的 他怎么设计出来的那些 就是那个鸟 他设计鸟会飞的呢 我不会 放到现在我也不会 一旦 我是做我们家 我们是做那个 集成电路的 我们就做 做集成电路 那个 我只会做到后倒 我会做到 我们是做封装和剪辑 但是里面这些 泄露的设计 我就会晕 因为一做到光刻 一层一层 真的 没有看过的 你无法 就是几千万个 二级管三级管 成为 一个功能嘛 就是一个手机或者电脑 全部的功能都在那里面 就这么大 就指甲道这么大 你都无法想象 如果说我们现在 你说话 如果不带那个口帘 一滴痛 心子 还不是看不见的 是看不见的 就立刻积刷保底层 就暖落了 这个就废掉了 就废掉了 我们不用的那个使 就是你洗手 是使不干净的 因为它是里面没有这个正复离子 它只有721 我们是检测不到那个 比如说我们里面都是有那些电脑质 这是没有的 只有清二档质 只能纯纯的清二档质 否则 你会把这个电脑给 就是里面有 比如里面有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 别的一个 一个 一个政府电解制的话 就会把这个线路 就给废掉了 就是这样 你真的是你没有见过 你就都无法理解 我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 何况于 这是人的社会 这是人的社会 在这世上不算什么 我都无法理解 何况于你想理解 全能的上帝 什么叫做三位一体 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它是奇妙的 就是从来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过 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什么 同女所生 一个女孩子没有结过婚 没有跟任何人一起有过接触 她就怀孕了 你能理解吗 科学能解释吗 不能 我们不能够理解 但是这是在人类历史上 真实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书 我们读路加词 因为我们读读前传 你就知道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它是奇妙的 我们知道 过去的皇帝 还有那些王公贵族 都会养一些 都会养一些 这个叫 这个幕僚 今天白宫也有 智囊团 各个国家都有智囊团 他们会在各个行业的基因里面 成为他们的这个 帮助他们的 帮助他们的 了解一些事情 因为他们也是一个 全材 但是它不具备完整的智慧 常常失误 每个国家的政策 都会失误 都会失误 但是 它不是 它有完全的智慧 你为什么要依靠它 因为你问它 它告诉你怎么做 我会出错 永远不会出错 为什么不问它 我们凡是要求问我们的神 因为它是奇妙的测试 它有全被的智慧 它告诉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哪怕你现在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要听 它如果真的清楚地告诉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 你发现 我好像没有那么做 赚的钱多 你也要替它了 也要替它了 因为它有完全的智慧 这个赛乌是马焉之非福 是不是 你的眼光只有 我们看得见的这一点 但是它呢 它的眼光会超越时空 因为时间和空间上创造 这是一位奇妙的测试 这是我们神的一个名字 就是那一位 英才的名字之一 谁敢叫这个名字 就是 他们的一千二百多个名字里面 也没有说它是奇妙的测试 它从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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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人 为什么那么穷 另一个名字 全能的神 我们 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其实我特别喜欢神的这个名字 但是现在呢 就好像有点气味了 因为那个东方闪电 他们特别爱叫全能神 我们不要管它 我们就乍生地叫 我们神是全能的神 它就是无所不能的 它本来就是无所不能的 在神学上 在信仰上 这个名字真的太重要了 全能的神 这个名字太重要了 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 很多时候 他叫我是全能的神 他会这么说 外面那个 有一个比基督 他爱说全能神 全能神 我们不要被他们污染 真的 以前 就是以前的时候 我们说 某某小姐 某某小姐 就是大家弟兄 后来就变了 不是变了 我们不要被他们污染 我们真的不要被他们污染 我们的神就是全能的神 他可以胜过死亡 胜过阴间一切的黑暗的权势 他可以胜过罪恶 他是全能神 这是他的第二个名字 没有人敢叫这个名字 因为 因为你要死 所以你不敢叫这个名字 如果你能够自己复活 你就可以叫这个名字 以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 是因为他具备这个能力 你如果能够把你利益 主熟了以后能变身 就算你本事大 你主上一个基带把他复熟了 能够变身 你能够让蛋白质的反应可逆 那么你也可以叫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不能 唯有我们的神 能够从死里复活 死了以后能够复活 所以他是全能的 他能够胜过死亡 能够胜过黑暗 能够胜过这世上所有的罪恶 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犯罪 这个世上 要开始不认识神的人 都会 都会 有一些人会造作比较好一些 比如说 不会去做偷心窝窝 所以也没有污秽的言语 这些人就会比较自意 比较骄傲 我就是点诚的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 你当你认识神了以后 你发现你自己 真的是无耻到了极点 你卑鄙到了极点 你卑鄙到了极点 全人类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罪 都是欺民难足 每一个人 谁也不要做自己 每一个人 你心中那些 卑鄙无耻的那些念头 你自己能 你自己在什么眼前 得罪什么的那些事情 跟他那个真正的 那个完全 这个真光 每一个人都是无耻之辞 这天下所有的 都是这样的 唯有他 能够胜过罪恶 他活着的时候 33年半 他口中 没有任何一句反对的言语 心中 没有任何一种无畏的念头 他没有 他所做的一切 是完美的 这就是我们全能的神 他才能够胜过 你胜过 你不是胜过钱 你就是胜过色 要不然胜过全 你总有一样的事 你要败下来 要不然你胜过那些高豹子 人夸赞你 你就高兴 说你唱的真好 你讲的真棒 我看你胜了 我就挑了 就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总有一样 你就败下来 一样过着其他 此刻 几乎全人类都会败达在其中的面前 几乎都会败达在其力的面前 几乎都会败达在其中的面前 几乎都会败达在其中的面前 肉质其中的其中的其中之调 这是我们无法胜过的东西 但是它能胜过 它可以称为是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好 我们看神的另一个名字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永在的父 他原意是什么 起源 就是起源 我们特别熟悉的约翰平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 魔鬼 你们的父的私欲 你们的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但起初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 就是说谎之人的父 也就是说你说谎 那个源头 说谎的源头是撒旦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不说谎的人 没有 就是从头到大 不说过一句谎言 我不相信 是没有的 没有的 你只能说那种 那种就是 完全尖倒黑白 扭曲是非的那种谎言 可能比较少 但是你会不会夸大或者缩小 然后对你自己有力的 说的好一点 然后对别人就说的不好言 或者描述事情的时候 不描述事情的全部 描述一部分 描述一点点 曾经 就是我们在瘟疫期间 有人说 你这个 教会现在这样没有奉献 你的公司是哪个东西 你的公司要不要降低一点 我说可以 但是我要问主任牧师 因为这不是我定的 这是主任章令主定的 要通过他 然后呢 插述别人就说 他同意了 但他不做 但是我后面那一句 我说要通过主任牧师去批准 这句话不说 说一话 这就是这样的 我说我同意 我自己可以 但是你要通过主任牧师 要通过董事会 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定的 不是说你说我的话 都忘了我的话 但是人家只说一话 就是这样 所以 然后他同意的犯犯 就是这样的 谎言有很多种 只要不是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表现出这个事情 本来面目 他就是个谎言 他就是个谎言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完全的谎言 比如说我一句谎话的人 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起源 只要你犯罪 只要你开始谎言 你就给撒但接上头 因为他是说谎的人头 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起源 他是我们生命的起源 最终给我们永生的起源 起源者 所以他是永在的父 他是永在的父 谁敢说这句话 永在的父 内人而众臣之神 对他们敢说 他们敢说 其实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其实我们人想的就是很常 就是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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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万 还是要死嘛 对吧 你就说亿岁亿岁亿岁 不是还是得死吗 还是得死 你真的活了几亿岁 你还是得死 我们人活过一样的人成 这是上帝我们自己能 рок 但是他呢是永远的起源 他不是说他就是永远 他是永远的源头 叫他是那个光的源头 他是真理的源头 它是公義的源頭,它是良善的源頭 這事實上一切的美好都是它這個源頭 誰都理解,我先說,我不理解 因為我們看著的東西就是物質 對吧?都是這些物質的東西 在我邊邊放了一落錢 在我邊邊站了一個人 一個小孩子,一個桌子,一個板凳 我可以想到 但是良善,公義,信實,聖結,永恒 這些東西,上帝是這個人的源頭 它就是這些東西的本身,它是真理本身 它與父,原為一 這些我沒有辦法理解 我沒有辦法從概念中去了解 你要我怎麼去解釋 我們怎麼去解釋說三位提早明明事 我們只有去崇拜它 我們只有去崇拜它 你是我們所信號的 你是替我們勝過了一件罪惡和死亡的 你是那一位賜給我們的嬰孩 你是賜給我們的嬰孩 我們信號的我們才能為有永生 因為你就是永在的父 約翰福音時章三日節 我有父,原為一 所以猶太人就比較殺他 你把上帝叫做父 你說你跟上帝是一樣的 你就得死 你是人,你父母都在 你還是有上帝 你就得死,就要殺死他 對吧 我們舉個例子 你現在站在一個穆斯林面前 你說我就是阿拉 他肯定殺人 就是這個意思 耶穌基督是個人 但是呢 他對猶太人說 我就是神 我就是父 跟父是一樣的 唯父原為一 結果猶太人就要殺他 一定要殺他 因為他謝了個神 你站在一個穆斯林面前說 我就是阿拉 我跟阿拉是一樣的 那些穆斯林 和平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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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家福音二章十四節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在這場平安歸於他所契約的 他來以後賜給我們是平安 是平安 他沒有用 如果我來了以後我要打仗 然後我要打贏他 我要幫助俄羅斯 還是幫助烏克蘭打贏那一方 肯定能做到 我要幫助以色列 還是幫助哈馬斯 我要打贏 沒有 他是帶來和平的 這些東西 像那個巴黎的衝突 無解 真的無解 因為如果我們了解的那些歷史的話 就是 你就會知道 這個前兩年 好像說 以色列在聯合國大使 拿了就是聖經 就是這個地方是我們 那就是神有的情緒之類 無解 巴黎斯感人說那是他們的 雖然他們是後來的 但是 中間的那些東西太複雜了 不是說一句話 有句話能說清楚 網上的很多東西我也看 我看了以後 我發現一些非基督徒講的就是 真的是不對 不可能就是不對 他們明明跟聖經講的不一樣 然後跟我們學的 跟中東的歷史也不一樣 當然有的時候不扯 有的時候不扯 所以網上我們能聽到個人的資訊 但是真的是不一定對 不一定對 可是呢 沒有辦法 所以除非巴黎斯感人 除非這些穆斯林認識神 他們認識神的以後才會有和平 他們不認識神 他們一定要殺到全世界的所有的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 這是他們的使命 這是阿拉說的 他們一定會這麼做 怎麼會有和平的 不可能有和平 所以 只有他是個和平的軍王 不是說我們現在全部 如果說阿拉是和平的軍王 那我們現在全世界的人就改進穆斯林 我們全部都改進穆斯林 告訴你還要殺 迅疑派跟那些人還要殺 你把他們關在一塊他們就不停地殺 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如果說人不認識神 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爭動 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 慢慢就也變成戰爭 一定會 因為每個人都是為自己 為自己 唯有耶穌基督 祂來的東西 是賜給我們的 祂不是上帝為了祂 上帝自己的 當這個嬰孩降生在那個世上 這一子 一個嬰孩是為我們而生的 當我們想到這句話 有一個 因有嬰孩為我們而生的時候 我們真的每個人都應該留意 我們真的應該改動 上帝為我們生了一個嬰糖 把祂自己的兒子 把祂自己的獨生愛子 借著一個童女 身在這個女生上 是為了你我 不再面對罪惡的瑕疾 不再面對死亡 讓我們在今生有胖子 知道我們這一群人 將來我們是可以有永生 我們在天國 我們那個地方是沒有眼淚 沒有罪惡 沒有死亡 這一切都可以 扔到的地方 我們在那裡跟神們在 這是這個嬰孩 我賜給我們的 這是這個嬰孩 我們還賜給我們的 我們說在這個邏輯上 如果我們去講這個邏輯 就是不通的 對吧 誰生的孩子是為全人類神的 你生孩子只為你 絕對不會為第二個人 但是你是為全人類神的 這句話是不通的 但是我們知道 這正是神 對我們所有人的愛 對我們這些罪人的愛 所以這幾個名字 告訴我們說 第一 第一 這位迷賽亞 這位英孩 是人的兒 有一嬰 才為我們而生 他是大魏的死亡 所以他是一個嬰孩 他是一個完全的嬰 但是呢他是 奇妙的測試 是全能的神 是有在福祉的民主 顯明他一定不是人 他一定是神 他不單單是人 他一定是神 因為他做的事情 不是人能夠做到的 人 不奇妙 我們想的主意 再從沒也不奇妙 對吧 我們經常聽到 有的人說什麼男神 女神 現在有的人 很多人說這個 什麼什麼 一首歌封神 一句封神 就馬斯特就離神 最近 那都不神的 我們看也不神 但是他是全能的神 哪一個人能夠勝過死亡 能夠勝過罪惡 沒有他 所以他是一個完全的神 也是一個完全的人 在他最 像人一樣弱小的時候 像人一樣弱小的時候 神就宣告 這個孩子 是為了他而生的 是為了我們這些罪惡惡惡惡 然後他說 政權與平安必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 他必在大衛的保護上 治癒他的活 為什麼 在大衛的保護上治癒他的活 我們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不在別的保護上 創世紀三章十五節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這是英雄華神對撒旦說的話 對那個蛇說的話 我們這裡全世界 女人的後裔只有一個 我們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後裔 沒有誰說我們爸爸幫你媽媽 你就是去克隆 他也需要一個體細胞 他也能測出你的父親母親之事 但是只有這位 嬰兒 她是女人的後裔 她是沒有經過男女同皇受孕的 她純粹是女人的後裔 就是這位嬰兒 薩瑪爾基夏七章十二節說 你受父滿途 與你獵祖同睡的時候 我必使你的後裔接去你的位 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直到永遠 這是神跟大衛所定的約 就是前面說 所羅門要接去你的位 他要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就是第一聖殿 所羅門建造第一聖殿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直到永遠 直到永遠 怎麼可能 所羅門沒有永遠做王 不快就死了 他就死到了 誰能夠知道永遠 我有這一位嬰兒 這一位嬰兒 所以她是誰 她是從創世紀開始 是亞伯拉巴與大利福所立的約 應許的那一位 同與所持的那一位 就是這個嬰兒 這個嬰兒是為敵王的聖殿 上帝整本聖經 從來都不是講我們如何 我們要如何增觀發財 他從一開始 到最後都講的是這位嬰兒 我們很多人說英文的 History History 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根據 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法挺對的 人類歷史從來都不是講你我的故事 如果有一點設計也是一致列的故事 最重要的講就是他的故事 他是女人的後裔 他是大衛的 要坐在大衛的寶座上直到永遠 就是神跟大衛所立的約 所以我們要在他的國裡 今天受刑的人 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的人 就在他的國裡 在他的國裡到永遠 只有他的國到永遠 我們這些所有人的國很快就沒了 美國已經過錯了 長兩百多年 中國雖然說我們初期是五千年 但是不停地變 現在是誰當政 不會幾年以後誰就到呢 九年以前是誰當政 這個規定這個國位沒有到永遠的 唯有他的國直到永遠 他是神允許的那個位 從一開始到末了 救他 末了他要戰勝仇利 他要把死亡把撒旦丟到陰間 丟到陰謊不服 我就會與他同行 所以這個嬰孩為我們而生 他是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的 這事實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和公義 但是在他的國裡 這個國家的根基是公平和公義的 這是他的國裡的根基 而且是完全的從今直到永遠 到永遠 這句話我們在聖經裡經常讀到 到永遠到永遠 什麼能夠到永遠 在這個世上什麼會到永遠 我們現在知道地球有壽命 因為太陽有壽命 宇宙有壽命 宇宙也是有壽命的 都不會到永遠 所以當我們想到這個宇宙有壽命的時候 咱們不說想地球 想月 想太陽 就算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子孫生將來 科學特別好 我們能到宇宙的任何一個地方 宇宙是有壽命的 怎麼辦 他們還得死 是沒有胖嗎 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一位 上一賜給我們的銀行 我們是沒有胖嗎 是沒有胖嗎 但是神把這個銀行賜給我們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在我們活著的時候 在我們受益如此短暫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是有壽命的 你怎麼能落牌跟世上的人一樣 他們追究什麼 來的就是什麼 我們當然不能說 所以說這個看望不在於說 我們做了什麼 不在於說你終於到這裡來聚會 你好好讀經 不在於你是否受傷 而在於他 而在於他 在於他 因為華人的熱心必成就的事 不是我們祈求的 不是我們這個 不是我們買來的 不是我們自己跟神要來的 而是神自己成就的 神因為祂的大愛 祂愛我們並愛我們道 祂就是我們不是一個計劃 說我們要第一 第二第三 不僅僅是一個女性的計劃 是一個計劃 沒錯 但是更重要的是 祂對我們的愛 所以你又華的熱心必成就這次 跟我們每個人在世上的表現 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在世上的表現 只配一件事 就是我們死亡 我們每個人都配得死亡 所以我們才會面對死亡 我們都配得 不是說誰配得 只要在世上活著的人 都配死亡 我們不配有神 所以成就這件事情 這個嬰孩賜給我們 祂救贖我們 祂的政權 祂的國位到永永遠 祂是奇妙地測試 全能的神 我們在處和平的軍 是因為耶和華自己成就 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在神面前 只有一件事 追隨祂 然後想拿自己來的 除了以外我們還能做什麼 我們不能做什麼 你想要靠自己的努力 可以得著那一份永生 得著這位嬰孩所傻子 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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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讀到神這樣恩典的時候 我們在祂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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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聖父子妹就是 認識神信徒的時間 多多多多多讀聖經 更知道我們在神面前 更知道怎樣成為真正的基督 更知道怎樣成為真正的基督 不要成為一個掛門的基督 如果在這裏 坐在這裏 坐在教堂 不管上一間教會 你坐在教會裡 然後你沒有真的認識神 你最後只是為了你今世的求求 就吃吃多多這些東西 對吧 玉塔呀什麼這些東西 為了這些東西 然後最後你丟掉了神所想起的 這一位嬰孩 你最後失去了永生 那真的是綠豆 不是綠豆 是哪一個西瓜 不是這個比例 那個比例就是 沒有辦法用語言去形容 當你真的到那一天的時候 你除了奧本 除了後本 什麼辦法都沒有 所以我們活著的時候 我們能夠聽到 這個比賽亞書第五書 這樣有的 當趁英文華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 尋找他 福音的大門今天沒有關 每個人就非常地照顧慶祝 有一天關上的時候 沒有機會 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你說啊 神是真的 我在信你 沒有辦法 你沒有機會回來 所以盼望 我們都能夠來到 這位嬰孩的面前 都能夠來到父的面前 接著 我們一起討論 主我們感謝你 主要我們真的是知道 你就是那一位 在創世之前 天父為我們必備的 那一位嬰孩 你為我們而勝 你為我們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因為你的大愛 主啊 我們今天在你世上活著 我們沒有有之分盼望 主耶穌感謝你 祈求神你的聖命 充滿在每一個你兒女的中間 充滿在教會每位弟兄姊妹的身上 當然我們 不管是因為什麼來到教會 我們真的能夠認識你 我們真的能夠接受你的救贖 接受我們的大愛 如此道報 奉告我主耶穌基督的領求 Amen